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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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酥炸生蠔 今次我們用現成的脆炸粉 去製作酥炸生蠔 但是我會加多一點點 就是加酵母菌 令裡面多一點氣泡 吃下去的生蠔會鬆化一點 因為這次示範的蠔不太多 所以我半包就足夠了 我們放一點酵母菌 大概2克就足夠了 這麼少就足夠了 然後逐少加入室溫水 慢慢加水不要急 好像奶色的程度 就不要再加水了 我們會加入油 大概是加2湯匙油就可以了 我們攪拌均勻 我們放在一邊秘養 生蠔很多人建議 都會用生粉去洗 黏著泥沙 如果你的蠔 尺寸不會太小 是不需要用生粉的 就這樣用手擦一下 邊位已經很乾淨了 這樣蠔尾的流沙會比較少 但如果你的蠔很小 很難擦 就用生粉 把蠔洗乾淨之後 我們要飛一飛水 我們煮適量清水 加入1茶匙鹽 水滾之後 就放蠔下去 轉小火 浸泡分半鐘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準備定一碟冷水 待會分半鐘之後 就把蠔撈出來 就放進冷水裡 讓它不要繼續收縮 分半鐘了 我們先撈起它 放進冷水裡 蠔浸凍後 撈起它 然後用廚房紙吸乾它 然後把蠔撈起 把生粉放在面上 令它更乾爽 油溫到8-5度 我們煮中火 把蠔倒進脆漿裡 然後拌勻 如果你想用筷子夾進去的話 因為筷子夾起 那時候 那些脆漿 就會 流回到碗裡 變成它包著的脆漿 就會很少 擦出外型 不會太漂亮 我用手拌勻 就會變得很多脆漿 變得更漂亮 我示範給大家看看 然後用鑊鏟的背部 推動它 然後用鑊鏟的背部 推動它 我們將這些粒粒撈起 否則它會爆起 它會爆起 它會爆到自己 炸至定型之後 先撈起它 然後將油溫提升到190度 將它翻炸30秒 再撈起它 就可以上層了 今天的酥窄生蠔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 和按通知的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